各位好,我是冰子 随着元树之门的石卡画 游戏王100张Number卡的大坑总算是天玩 真的是不容易啊 让我感受到爷的青春又结束了 不过在这次青春结束之前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周还有哪些资讯吧 HG无限争议高达 售价2420日元 预计2020年5月发售 从峰会就可以看出 老B对吴正的下半身充满自信 以及对命运满满的恶意 腰部设计有兼具可动与保持力的内部机构 骨关节也采用更大可动范围的设计 背包自然是可以上翻于分离 而且这次也没有搞官图欺诈 配件与本体分色也相当优秀 我觉得唯一的操点就是这个姿势 总觉得有点乖乖的 HG温达姆售价1540日元 预计2020年5月发售 虽然官图看起来很亮 但素组图一度让我怀疑这是老模在吧 不过对于一款拥有背包 还这个价位的模型而言 也不能再要求什么了 而且换个角度想 背包和盾牌是为了方便补色 才只用了一个颜色 不会补色只是因为我太菜了 这样一想的话 老B是不是变得良心了呢 当然创行者的版本也已经决定发售了 MG主天使售价5500日元 预计2020年5月发售 形象是柳赖静之老师的最新设定稿 所以跟我们最熟悉的主天使有一点不一样 部分骨架与利天使相同 可以还原飞行形态 作为隐藏武器的巨爪也有还原 并且峰会又在暗示下一款00MG 或许还在暗示下一款00RE 我个人非常希望突风型主天使可以安排一下 机动战士高达嘉文计划 就是把标志做成嘉文的样子 这次是吉庸公国 有水杯、毛巾、枕头等周边 标志是标配的军绿色 印有吉庸公国的嘉文与吉庸的平甲名 相信不久之后就能见到我们的老朋友了 签直链AMA、HJ三家联合出品 始源勇者王 售价49800日元 预计2020年12月发售 签纳叶的定价一如既往的那么自信 关节采用的是合金材质 也设计有发光机构 虽然在这个价位之下 绝对不是什么大体级玩具 也舍弃了合体变形的功能 降低了可玩性 但换来的是更加精美的造型 以及更高的可动 还有不需要替换键 就可以使出必杀技 天堂地狱破 体级虽然不大 但仍尽显王者乞丐 尽管售价还是比较高 但从官图的表现来看 绝对会有一票 有能力的死忠粉愿意入手 受污改2号机β再版 收价6200日元 预计2020年9月发售 选这个时间再版 很明显是要从老B的2号机嘴里抢销量 虽然是再版 而且分色也远不及RG 但是配件要更加丰富 可还原两种2号机形态 再加上这次的RG2号机 没有配件更丰富的DX版 这款受污再版的2号机 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力 EVA手游控制器 2号机8号机 收价5478日元 预计2020年5月发售 跟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专门辅助 来玩这款游戏的装备 可以更加方便地操纵游戏角色 让我想起了吃鸡神器 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 更不清楚这个手柄怎么用 但结合开服炸裂 和之前EVA的各种手游来看 感觉不太行 海洋堂初号机雕像 售价12万8千日元 没错 12万8千日元 预计2020年8月发售 全场有80厘米 也有废墟场景来增加临场感 但这些优点 在12万的售价面前 完全不值一提 涂装质量也一言难尽 究竟是哪来的勇气 有那么高的价格啊 顿时感觉 EVA的其他周边 是多么亲民了 这就是本周资讯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我 也可以加入我的交流群 大家一起聊一聊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创作的DOMIA 我是小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